用Excel來抓的話 剛剛就卡住了 所以它裡面可能有多寫一些防紙 用Excel來抓資料 所以目前來看 還是用Python或者是說 用VBA裡面的IE物件去抓 可能會是比較好的做法 那裡面大概會有哪一些重點呢 第一個我們可能要觀察一下 就是你要抓的東西它放哪裡 不過這個地方特別注意 因為 因為Yahoo股市這技術已經可能它出來很久但是沒有更新 所以裡面它有標籤但是沒有Class 裡面沒有CSS 所以也就是說 你要抓這樣的傳統網頁 可能做法上面就不能用之前類似的做法 變成像我的做法是第一個 就是說因為這邊有Table 可是問題是Table它沒有Class 所以我們就 想到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乾脆去算它裡面 它那個Table是這個網頁裡面的第幾個Table 對 所以教各位一個方法 這也是我自己自己用的一個方法 因為第一個 比如說我要抓的 這個網頁 假設是水泥樂谷 我就一樣 是用那個F12 F12裡面的話 進來我的東西在這裡 在這個Table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可以選到 這邊 也許不然我就選附近好了 然後你可以看到 它實際上是一個Table 可是問題Table 這個Table是我要的 但問題來了 這個有一個Table的標籤 但是它沒有那個Table的Class名稱 我就怎麼辦呢 上面有沒有Class名稱 上面好像也都沒有Class名稱 有沒有什麼一些特殊的東西呢 我們標記部分 或者是說你可以再選一下 不過發現好像它都沒有一些 比較可以當成是它的那個 就是特點的部分 所以我的做法是這樣 如果找不到那個Class的話 另外可能還有一招啦 就是說你要找 這個網頁的第幾個Table 其實做法 有點像是 那個 VP 就是用那個 錄製劇集 錄下來它有個Table Web Table 第幾個Table 一樣的道理 所以Create Table 其實有類似的做法 那我的習慣是按F12之後 Ctrl加F CtrlF之後的話 這邊會跳出一個 視窗就是讓你尋找 在這裡喔 不過不好找 Ctrl加F 尋找意思說 你要找什麼東西 在這個原石碼裡面 那我的習慣是 打一個小魚 然後打一個Table名稱 因為它一定開頭一定是這樣的Table 那你會發現喔 這招其實還蠻好用的 就是當你有CSS的時候 也是一招啦 而且這一招還蠻好用的 它會跟你講說 目前這個網頁裡面 總共會有11個Table 那請問一下你要是第幾個 OK 所以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是尋找一下 它會跳嘛 所以你會發現 第二個是這一個 它 左邊的部分 它也會反白讓你看到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 第六個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喔 以前的那個傳統網頁 很多用Table來當成那個排版 那新的 網頁比較多用DIV 所以你會發現喔 剛剛不是DIV一堆嗎 其實新版大部分都用DIV 舊版都用Table比較多 那你會發現這個第六個不是 第七個也不是 第八個 你會發現找到了 第八個再來第九個 不過你會發現第八個跟第九個 其實好像是同 蠻接近的 因為他們其實就是 在第八個 跟第九個關係是什麼 子母關係 第八個有沒有 你會發現喔 第八個在這裡 第九個在這裡 它其實有點像一個Table裡面 再放一個Table OK 這個叫什麼 疊床架屋的感覺啦 所以其實應該 理論上講起來應該是要抓第九個才對 第九個喔 因為第十個我看一下 下一個 沒有第四個 第十個在下面 第九個才對 所以 理論上我們已經知道 這個Table的第九個 所以如果說我要抓這個網頁的話 第一個的話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 一樣喔 就是 我就找到第九個 所以呢 一樣把這邊 第九個 把它抓回來 那怎麼樣第九個抓回來 這邊的話 我第一個 一樣先 New一個好了 New一個Module 然後這個Module的名稱的話呢 假設是 Yahoo好了 OK 然後 這個程式部分的話 我先把它 貼過來好了 因為 都一樣 所以喔 你可以 當成範本 以後反正固定的 一定會有這些東西啦 Gate 只是說它的那個編碼方式 CB950 然後把它 Find什麼呢 Find Table OK 因為Table 理論上後面 要有Class名稱 不過目前 我是沒有Class名稱 所以怎麼樣 全部幫我找到 那我要第九個 所以你會發現喔 它回來的話 一定是 很多個Table 回來的話 會有11個Table 也就是它回來東西呢 會給你一個中瓜糊 裡面的話呢 會有很多Table 其中我只要第九個 第九個給我 第九個其實編號0開始 所以我就把 這邊給它個8就可以了 然後把它的文字幫我抓回來 所以呢 我就執行它 並且怎麼樣呢 把它Printer出來 Printer 這個時候的話呢 把S幫我Printer 那你會發現喔 裡面的資料呢 就會全部出現了 但是呢 裡面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我要怎麼樣剛好解析到 我要的那些資料 所以你會發現 Printer出來之後的話 其實還蠻接近的 有沒有 基本上呢 Ctrl A 把它全選 Ctrl C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的習慣是怎麼樣 乾脆把它貼到哪裡呢 其實有幾招 有兩招 第一招的話 我以前還蠻常用的 實在想不出好方法 乾脆用什麼 用類似Word的 這種做法 取代會吧 取代 怎麼取代呢 我的習慣是 一把那個Word打開 二的話把那個下載到的東西把它貼上 那我觀察一下 它裡面有哪一些 哪一些 可能 會 因為我需要的結果是什麼呢 最後我的結果是希望它能夠幫我排整齊啦 所以呢 像現在是不整齊 所以我希望排出來漲這樣子 漲這樣子 中間加豆點 最後這邊加換行 對不對 所以呢 你可能會需要怎麼樣 第一個 把三個 N 把兩個 這兩個 其實拿掉 兩個N 所以你可能要 找到它的那個 之間 這個 顯示隱藏打開好了 打開不打開 其實最大差別是 那個空白就抓得到了 那我大概離出來 總共會有幾個 幾個規則 這規則的話 其實各位可以看一下 後面的程式 基本上呢 我是利用那個Word取代 裡面的話 大概就是把它取代的規則 總共的話呢 你們可以看一下下面這邊 其實就這一個啦 第一個就是 把 什麼 一個換行 加一個空白 加兩個換行 變成一個 小老鼠 再四個換行 變成一個 小老鼠 再兩個換行 變成 一個換行 一個換行 變成 豆點 再把那個 小老鼠變成 換行 你想說 這到底在做什麼 齁 不過其實我跟各位講啦 就是我要先 找到規則 然後呢 我把那套規則 記下來 然後再到 Python裡面 把它做 取代就好了 也就是說第一個 三個 我看一下 三 等於 第一個是在這裡 這個地方有沒有 我希望把它變成 什麼 把它變成換行 因為將來這個地方 全部串在一起 變換行 但是 這個地方應該 第一件事啦 你想說 老師那不就是乾脆把這個換行全部變豆點就好了 可是問題你全部都豆點 它全部串在一起了 所以我希望將來 全部變豆點之前 還有地方要變換 就變Enter 所以我先找到第一個 這邊 所以我可以先用那個 Word裡面Ctrl加H CtrlH呢 那 換行符號 這邊有一個 有沒有 各位有沒有使用過 這個Word有時候還蠻厲害的 蠻好用的 這邊有一個更多 指定方式的話呢 它是一個段落 所以它一個 段落符號加一個 空白 再加一個什麼 再加一個段落符號 把它取代成小老鼠 因為我要把它記得 這個小老鼠 不是絕對的 你可以用別的 OK 取代一個 好這邊就一個Enter 再來的話呢 第2的規則什麼 4個 為什麼4個 其實底下呢 你可以觀察 這個每個都4個 這個我要把它變成 換 就是換行的話 那我可以 就是在 這個後面 CtrlH 一樣 把這邊變成 4個換行符號 然後變成什麼 變成一個 小老鼠 全部取代 應該有7個 所以等於有那個 7檔股票 好啊再來的話呢 再來做什麼 兩個變一個 為什麼兩個變一個 因為這邊有很多是 兩個 那實際上這邊 豆點只要一個 所以如果你將來要取代成豆點 那會多一個 多一個那個 豆點出來 所以 把兩個 變一個 兩個變一個的話呢 那就是 將來取代的話 就不會多一個 其實這個 把它全部取代 再來的話呢 就是 還有沒有什麼呢 兩個 再來就是把 這個時候才可以 真正取代成 豆點 所以真正取代成豆點的話 就是 這邊 一個換行 變成豆點 全部取代 這個時候的話 你會發現 全部呢 都幫我串在一起的 但是我原來的那個 什麼呢 Enter的地方 該Enter要Enter嘛 所以什麼 Ctrl加H 再幫我把小老鼠 怎麼樣 變回換行符號 換行符號的話呢 就這一個 OK 把它全部取代 好啊 這樣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到 最後的結果呢 把它 這邊就可以把它 因為這個字 主要是那個 字的大小 把它改小一點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有沒有 就符合我要的結果了 只是說 前面可能有幾個字不要 這個選擇 這個可以拿掉 這個後面這些東西拿掉 其實就是輸出我要的結果 我利用這樣的方式 把剛剛的規則 最後呢 把它串在 我們那個 後面 也就是說呢 把剛剛這個東西 有沒有 後面再加上什麼 這一些 把它 repress 有沒有 就我剛剛做那些動作啦 實際上這也是一招 這一招其實 有的時候在 沒有招的時候 其實就是 一個不錯的招 OK 因為有的時候說真的啦 這是最簡單的啦 最直覺的啦 其實就是用 repress 也可以把要的結果 也做出來 你想說老師 可是這樣子好像感覺 有點不知道 其實就是 就是有點 好像取巧了 不過很多東西 以前 用Java寫 有時候也是 又類似這樣的方式 只是把它轉譯一下而已 OK 那這樣的話呢 全部做完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print出來 是不是我們要的結果 其實就是 剛剛那些東西 有沒有 馬上就OK 但是 開頭這幾個字不要的話 0 1 2 3 有沒有 然後 後面多 逗點嘛 所以其實就是 把這個S怎麼樣 這個加一個中瓜糊嘛 然後我如果輸出要從第幾個字開始呢 0 1 2 3 從第4個字開始 然後呢 到哪一個字的話呢 那我就是 總長度 再減掉一個字 因為後面那個 我們的那個什麼呢 那個 0 這樣的話 把這樣子敘述寫出來 這個print拿掉了 OK 這樣的話呢 我就把它輸出 看一下結果 有沒有 OK 0 0 0 也不見了 OK了 這招其實我覺得 應該也算是 蠻不錯的一個方法 除了這個方法之外 等一下各位可以試試看 你想說老師那我可以不要用這一招 其他的話怎麼做 其實第2招的話呢 我底下也有寫 就是說呢我們可以用剛剛的方法 類似的方法 我們剛剛講 就是說呢 可以先fine table 的第幾個 然後呢再來就是往下追 所以 一樣 THTD 所以呢如果說要找裡面東西 先找裡面TR 再找 TH是它的欄位 標題名稱 再找裡面的TD 把它分別 抓出來 各位也可以啦 所以第2個方法 待會再來看 請各位先試一下第1種方法 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 方法1 用取代的方式完成 key 4 6 9 9 10 9 把9